HELLO 大家好 我是Hailey 今天這條影片應該有觀眾期待了超久 就是我想分享平時在影片或IG上 很高信任度的一些編法示範 我現在是屬於中長髮 你看到這些軟度其實是天生軟的 我早上一起來梳一梳頭就已經是這樣的了 上半部分比較扁平 比較塌 然後由耳朵頂部就開始有這個軟度出現 今天示範到的這些編法 是不需要用到任何直髮夾巴或卷髮器的 如果你有興趣看我這些編法分享的話 我們現在開始吧 第一個髮型就是看上去很簡單 但也有少許技巧的丸子頭 丸子頭的重點是放在丸子上 不可以在下面這裏 所以紮的時候 我就要把整個人 稍後畫面會很噁心 就是蹲下 然後把頭髮拉上去 現在先不要理會我們紮一條邊 你記住紮邊的時候不要這樣向前看 紮邊的時候也是這樣向下看 這條邊不用紮得很緊 一兩個圈就夠了 你看到其實那條邊是在頂上噴泉的 我現在不理會這條邊 我們先做這裏的頭髮 一直這樣撿起一竹子 然後向上向前這樣 將它移出來 這裏就會有這個卷度 一路呢 旁邊也是 不要一次過一大塊 你要一束一束 你看到旁邊的時候 這裏要有一個拱度 又不用去到這麼誇張 站一層樓 總之你微微要有一個拱度 就可以了 好了 那這條邊呢 我們就在這裏 捲到中間開始 我們就向後撬 這樣就會撬到一個軟子出來 我們就用橡筋摘住它 就是把頭髮一絲一絲的拉 剛才是一束的 現在是一絲 逐條絲的拉出來 還有呢 你要把自己的BB毛呢 對 因為我是有這些BB毛的 如果你沒有的話 都勉強 可能找少少短一點的頭髮 拉出來 然後旁邊呢 就拿兩條鬍鬍出來 好了 到這個計的部分呢 一樣都是拔鬆它 然後最後一個步驟 也挺重要的 就是 你把兩隻手在旁邊 搓搓搓搓它 那麼一個八搭 很青春藥 又很適合夏天的軟子頭 就已經誕生了 第二個髮型呢 就是經常性都在我的影片 我在IP的照片上看到 就是我平時搓的兩個泵邊 這個泵邊呢 其實看上去好像很複雜 但你掌握了技巧就很容易了 現在把頭髮呢 一分為二分開兩部分 這一部分呢 我就隨便搓住它 我們拿中間一束頭髮仔 然後分開三個 就搓平時的三手邊 每一次紮的時候 都在側邊那邊 拿多一點頭髮就可以了 你看到我會拔出來 有它拔出來 然後再加頭髮下去 這邊一樣 你拔出來 然後再加頭髮下去 而且你要記住 扭是要把中間那條向上扭 每一次都是 中間那條是向上扭的 不是平時那些向下扭 如果向下扭 這條邊就會隱形進去頭髮 而不是凸出來的 到最後 我沒有鏡了 應該沒有頭髮 就可以普通的三手邊 一直拔下去就可以了 你看到現在一束一束 這樣突起 就可以開始拔鬆它 那你就不會太過死板了 你會看到它那個 突起的效果 也會加強了 那你旁邊這裡 一樣是我會拿一點毛毛出來 然後如果喜歡的話 又是 旁邊這裡 繞起一條毛毛出來 那這條毛毛 其實不是它天生 就這樣慢慢生出來的 我是故意去剪的 那這一邊呢 一樣 也是這樣做 其實你看到我已經熟能生下 不需要對著鏡子 我都已經熟到這條邊 而且是一剔過的 是沒有難度的 只要自己試一下 就可以很輕鬆地熟到這一條 夏日未濃厚的一個 一個泵邊髮型 這陣子很多人都有那種 復古波浪頭的造型 如果你沒有任何的捲髮棒 或一直發起 這一條邊都可以幫到你的 如果你是想做那個波浪頭 你就晚上熟這條邊 不要任何蚊鬆它的動作 就是很緊緊地熟 然後你第二天一起來 它就會做到那個波浪 是很自然很漂亮 好像你真的用很多心機去捲出來的效果 我現在這樣熟一熟應該就出不了 但是你會看到這些捲度 對 所以如果你熟了它 整個八個小時的話 這個捲度是會更持久 更加明顯的 第三個造型 我們一樣在頭頂 拿一束頭髮 然後把它分開兩束 然後繞著它 每繞一次 在外面 拿一束頭髮 再繞進去 加入 然後再繞進去就可以了 後面不需要拿頭髮 我們只是拿前面而已 拿到大約耳朵後面的位置 就夠了 那我們就摘住它 這個就要看你的頭髮長度了 如果你頭髮比較短的話 其實你就這樣繞著一條邊已經很可愛了 但是我現在頭髮開始變長了 我就會把它變成了一個雞 其實這個雞很簡單 你就是繞頭髮的時候 最後一下不要拿出來 只是拿了少許 看見到這裡有一個雞 你後面有些頭髮的 就在後面用頂夾 夾著它 收起來了 我現在很快地繞在這邊 這個雞一樣 也是拔一拔鬆它 就讓它不要那麼緊 就行了 其實不一定要用到很平衡 太平衡會太公正 我通常都是很隨意的 但是旁邊這裡 就一樣 都要拔一拔它 不然它又會變得太過死板了 每個發現都是同一個動作 就是拔回我們的毛毛出來 然後 然後旁邊這兩條 這個我就覺得 可要可不要的 不過我個人習慣 都是拔了少許 就會做了這個 少許的優雅 但是一樣很清涼的造型出來 然後到第四個髮型 我們一樣都是分了一半 然後這邊摘起它 在後面的時候 又是拿一支頭髮 然後這支頭髮就好像扭紋糖一樣 把它分開兩束 然後就一直這樣扭 扭到耳朵下面的位置 然後就把這裡的尾尾又是摘起它 然後把它們分開 然後這樣扭進去 然後之後 看到嗎? 這裡有一個 我覺得它是像蒜頭 或者是心形 就會有一個心形的出現 我就用橡筋 又再摘著它們兩個 另一邊一樣這樣做 就好了 然後呢 又再拿一些頭髮出來 那這一款呢 就不像剛才那樣 只是拿碎碎了 我覺得其實可以 拿多一點頭髮 然後慢慢一直拉下來 這裏側邊的頭髮呢 我會不斷擦一擦 擦一擦 或者擦一擦 因為它就太扁了 那這個頭髮 你前面看 好像平平無奇 沒有太大特別 但當你轉去旁邊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扭紋 是好像棉花糖一樣 很漂亮的 還有這個頭髮 是不需要泵邊技巧 如果你之前泵邊的那些 不是太熟識 還沒有時間去練習的話 你可以先用這個頭頂住 其實真的超快的 其實剛才的偏髮呢 如果你熟人生口的話 我想大約五六分鐘 就可以出門口了 但是呢 有時候可能早上有個活動 然後下到 或者晚上有另一個活動的話 你不妨可以把剛才 譬如你泵邊的那些 拆出來 變成好像我現在的 捲髮 然後呢 你加上幾個頭髮 例如像現在這樣 我有些金色的髮頸 那你就可以由 早上的一個活潑造型 搖身一邊 變成一個 夜晚絲紋 Elegant的髮型 是不是很簡單呢 所以呢 平日出門外 我都會戴一些 這些金色的頭色 容易配襯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幾個 我夏天經常性都會用到的 編髮造型 希望大家喜歡 搶了大家這麼久 不好意思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和Subscribe我頻道 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同時是六間收音 和是日夜間到12點 對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